我非常感激 在健康、知識、友誼 所提供的 Garris一直他是很紳士的人 所以的話你跟他在一起的話 你能夠感受他的意見 能夠愛的意見 我認為這很興奮 他們的臉是很驚喜的 他們有很大的眼睛 他們有很大的眼睛 可以看到很奇怪 但很興奮 所以去了以後 當你真正深入到蝙蝠的世界 去了解它 去看它 去研究它 你會發現蝙蝠真的是特別可愛 它能夠滿足的環境 它能夠給予我們一個健康的健康 環境的健康 二十多年前應該說 那時候我還是一個 非常年輕的一個學生 甚至還是個小孩 他是一個非常有名的 一個國際頂尖的辯夫專家 Ginshu was really fascinating 我認為他很有真心 維持人的愛 蝙蝠住在有趣的地方 很常常住在寺廟 他們住在寺廟 他們住在寺廟 幾乎就是二十四小時 我們在馬山 在鑽山 在找蝙蝠 我們在旅行 我們旅行到九個國家 在旅行 地區 在蝙蝠住在那裡 就是我跟Garys在一起的話 我們幾乎雲南 貴州 四川 廣西 還有山西 閃西 雲南 這基本 還有北京 我們幾乎 把大半個座落到後面 去研究這個 蝙蝠 The days were long We were catching bats in the day and listening to them at night as well It was absolutely easy I think because we were enjoyed it We enjoyed a sense of discovery as well It was great fun 尤其是到這個野外山洞 你會感覺很恐懼 因為剛一進山洞 可能還感覺到 當你越往里走 越往里進 因為發現那個蝙蝠 這個聲音就 嘰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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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嘰 就開始叫了 We would go into these sites Catch bats There We would make measurements We would identify them We would take Little tissue samples We would extract DNA from We would record their Eco-location calls As we were We could actually identify A different species of bats From these Entrosomic bats Jinshu was keen to learn About biodiversity He was keen to help identify The new species The new species 這是北京跨尔福的模式標本 當年和Garis一起合作 我們在2007年正式發表的一個新種 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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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show was just amazing On the trip When we captured these bats First of all We captured it fairly close to Begier 後來的話 在2007年的時候 正是在美國的 Journal of Mammalogy 叫《步入動物學》雜誌上面發表的 《北京跨尔福》這個新種 而那篇論文呢 是對這個物種的第一次研究 那也是我們中國的科學家第一次發現一個蝙蝠的新種 所以的話呢 跟Garis有這樣的最早這種專業的訓練 然後我成為一個專職的一個客戶的一個 專職的一個客戶的一個 他認為他很喜歡回到Brissel 跟中國的學生們從中國 參觀了他的學生上課的實驗室 包括博物館 還有他的辦公室 他的實驗室 它是很棒的 Jinshu again 他給了我兩本書 講到他的那個研究故事啊這些 所以特別棒 所以這就是一位一位 Jinshu的書 充滿了有美麗的照片 和描述的 廣場的生物 我們現在在世界上看到的 我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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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跟著我 比其他人更多 就是在未來的生命 影響人們 去選擇的場合 是很滿意的 在做這個 社會 在生命中 在生命中 但他這麼多年 建立了很深厚的詠意 因為遇到他以後呢 可以講 也算是改變了我的人生 我愛研究 我愛研究 我愛研究